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艺术类 体育类 申请人数增加 还有EB1C跨国公司经理有很多申请人 这方面我们此前有若干的视频 在讨论排期前景的时候 我们反复的提到过 从最早EB1和NIW排期还相差一年多 甚至更久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些预期 最近过去一年来的排期走向证明了这些事实 那么对于理工类的申请人 包括工程师和技术员除了EB1以外 还可以考虑申请NIW 当然了也可以考虑申请O1签证 不一定需要有博士学位很多论文和引用 关于O1的申请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视频 我们这里主要讲一下工程师技术员 包括一些医生等等怎样克服 就是说我没有很多科研论文 引用等等证据这方面的情况 怎样取得NIW的批准 那么申请NIW其实并不一定 有很多论文引用或者博士学位 我个人的经历在读书期间 毕业前还没有博士学位 那时候也没有硕士学位 只有本科的学位提交的申请 当时论文刚发表 也还没有什么引用 我的申请是在论文发表的同一年提交的 可想而知 刚刚发表几个月还没有什么引用 当时做的工作项目是关于环境保护 核废料处理的 所以相对应该说是比较重要 可以和国家利益联系上 这方面美国移民局也会看申请人的潜力 一方面和大学录取类似的地方 不仅仅是已经取得的成就 我们知道NIW的几项条件 还要看就是说你在当前的职位 还能够继续做出相应的贡献 那么这里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就是说你做的项目 这个领域需要比较重要 要有意义 有全国范围的意义 然后有相当的好处 第二 你在项目里面要发挥的作用 不能是无足轻重的 需要是相当重要的位置 那么第三 你需要有证据 以上的 不管是背景知识 还是个人的起到的作用 都要有书面的证据 那么比如说移民局经常会考察的是 为什么这个申请人的知识 技能 专业能力 对这个项目重要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重要 问题是这样 怎样回答呢 比如说 我是工程师 我原来在中国就担任过工程师 或者医生的职位 现在不管是人还在中国 还是转到美国来工作 那我此前在中国有这个工作经验 中国的很多标准 叫这个国标 现在也与国际接轨 是吧 和美国的情况是一致的 比如说中国的有的航空 飞行安全 这个技术上的管理标准 和美国呢 是类似的 我们有这样的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有一位申请人 没有博士学位 人在中国 他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 就提到 他在中国积累的这些经验呢 到了美国以后 同样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对于技术员来说呢 有的时候你的实验室 不管是挂名 还是共同署名 可以发表这个论文 较多的引用 也有这样的实力 然后呢 不管是在大学 还是在公司 有的人呢 比如说生物硕士毕业 做技术员 或者是化学啊 材料专业啊 能源啊 环境啊 等等这样 没有博士学位 但是呢 也有一些论文和引用 或者别的呢 相当的贡献 在这里呢 头脑要灵活 有一些呢 可以考虑用到的例子 比如说科学史方面的证据 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日本的 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 叫田村更衣 他没有博士学位 也没有硕士学位 是日本一个公司的工程师 然后呢 他是化学专业的 但是呢 在工作中发明了 对生物大分子的质朴分析法 因此呢 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您也有可能 现在的将来的田村更衣 是吧 类似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 技术员 我们看到这样的证据 证明 不一定要有硕士 博士学位 不一定此前要有很多论文 如果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当然 一样也是有可能 能够拿到美国绿卡的批准 类似这样呢 在科技史上的证据也很多 是吧 此前呢 我们有别的视频 讲到我和我的同事们 我们有多年的科研经验 对这些也比较熟悉 可以更好的整理和展示 申请人取得的成果 包括和一些著名的例子 加以对比 更好的说明申请人的工作 为什么重要 其他的呢 比如说个人方面的证据 比如有的证书 包括有的在赴美培训 取得的证书 还有呢 有的人有专利 做的应用的工作嘛 不管是工程师 技术员 还是医生 那么和基础科学有区别 不仅仅要看这个数量 我有多少论文 有多少引用 也可能我的工作得到了实际应用 有这样的证据 比如说我的工作 在政府出版的一个手册 或者是公司的应用手册 行业标准里面得到了报道 有一些这个名词 方法 算法 是我的成果 即使上面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可能有别的推荐人 证明人 著名学者 本领域专家 帮助证明 这个是申请人的工作 可以作为你的工作的成果证据 还有呢 比如说你的工作得到了媒体报道 不管是专业媒体 还是大众媒体 包括公司内部的报道 这个也有可能 我们此前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呢 比如说武侠小说里 蝶骨一鲜 胡青牛 是吧 大家都说你医术很高明 那仅仅有这个呢 不一定能够说 让他自己满意 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绿卡批准 因为绿卡呢 要看创新 不是说 我用同一个医学手段 孤医有知的 我治好了50个100个病人 不是这样的 是说呢 我在医学方面有创建 这个呢 是胡青牛喜欢听到的 也是美国移民局喜欢了解的 就是说这个申请人 在本领域有什么创新 是吧 这个创新呢 那不一定是基础科学的 是吧 你在实验手段上 你在临床 是吧 在其他方面 工程 也有可能有这个创新 算是对本领域的贡献 这个需要强调 当然你要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另外呢 我们知道文科类的 艺术类的 商业类的申请人 也可以办理NIW 具体情况呢 因人而异 参见我们的其他的视频 会在另外的地方来讨论 之前我们讲到过 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 是小提琴演奏家 取得了NIW批准 还有呢 来自中国的音乐家 化妆师 骑手等等 取得了EB1A的批准 此外呢 怎么样更好的证明 我作为申请人 我的工作得到了实际应用呢 这个呢 还可以拥有的证据 说你的影响力 超过了本公司 本单位 比如说呢 我有来自同行业的 其他的公司的人的推荐信 这个可以更好的证明 说我的贡献 不仅仅限于 我这一个雇主公司 在行业内部 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另外呢 还有申请人将来的工作计划 这个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 还不在美国的情况 或者呢 还在上学的申请人 对于其他申请人呢 有的时候 如果你说啊 我过去的成果 也许没那么突出 可是我现在 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比如说 有美国政府的资助啊 得到了广泛报道啊 是吧 这个呢 也有可能 你可以把它写出 你的工作计划 具体的说 我目前正在做 以后还要做 什么样的工作 对美国国家利益 有重大的贡献 总体来说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IW申请可以很重要 很有用 是吧 我们知道 比花很多费用的 这个投资移民 现在要50万美元 可能还要涨到90万美元 排期时间呢 比IW还要排 时间长很多 有这个专长 是吧 叫无备之财 是吧 这个才能之财 不一定呢 完全体现在 你的这个 科学论文法表上 是吧 你作为工程师 技术员 医生 也有可能 能够申请NIW 那么具体的呢 可以看我们 这个视频 其他的视频 以及联系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